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NK 一直不停地去抓一個家 會讓傷口重新流血嗎? 我們都知道 所以一直去想一件過去的壞事 會讓你一直不停地心裡流血喔 純是一件往事 不只會冰凍自己 還會傷害感情 每次吵架 如果把某件過去的事情一直提出來 最後有可能會失去這段感情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OK棒可以解決 第一種OK棒是改變觀點 當你一直不停地卡在過去 你只有在用你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如果你變成用第三人的視角來看 感受會改變很多 這是最有效的OK棒 第二種OK棒是分散注意力 你如果越要去不想一件事 你越會去想那件事對不對? 所以最好不要去想一件事的方法 就是去想 或者做別的事情囉 不想再想前女友 做音樂 第三種OK棒是重溝你的怒氣 如果有件往事讓你很生氣 不要去打東西 或是壓那種軟軟的球 你要轉換你的觀點 轉換那件事情的意思 和你的感覺 然後這件事情 就會變成你往前的燃料 以上就是三種治療 卡在過去的OK棒 希望有幫助 加油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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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